詞曲 李宗盛 願你走進天天夢想 祝你有個寧靜的夜晚 晚安 晚安 再說一聲 明天見 好冷 什麼 你現在唱歌怎麼變成這樣子 我也不曉得 簡直是雙胞胎 你這是我唱歌 這是張念廷 屁股翹翹的 為什麼這個好像陳曉筠一樣 唱到這個屁股翹翹 兩位主持人好 電視機前的朋友大家好 真的很難得 我們《玫瑰之夜》開播到現在呢 《玫瑰之夜》 你這麼久都沒有來上過 《玫瑰之夜》 我們還能夠存活 今天你來上《玫瑰之夜》 會不會對我們節目 有所影響呢 影響當然很大 收視率會突破30 我是驚喜的 你講話嚇死人了 其實講到《玫瑰之夜》 今天看到她 也是我認識她十幾年來 第一次換西裝 化西裝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真的是蓬毕生辉 绝对不敢 对 很难得看到飞鸡 穿得这么鲜艳的颜色 好像身上的色彩这么多 难得你们还注意这么多 这一套准备后十年 各位都看这个 真减 本来今天换系装 他的助理阿辉跟我讲说 我们老板换系装 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 因为他知道 我本身礼貌上很年轻 所以希望说穿得很兴丽 比较鲜艳一点的 没想到我今天穿得比较更鲜艳 知道他都厉害了吧 他还一直跟我讲 你穿这个绿色很好 因为费一新一定穿深蓝色的 想不到今天费一新 真的是改变形象 一反常态 一反常态 今天是真的 在心情上 除了服装也耳目一新 心情上上两位电视节目 我是你们的观众 真的吗 他常跟我讲说 梅惠这些真的非常有质感 非常好看 你最喜欢看我们节目的 哪一段节目呢 今天这一段 你们访问我这段 属于上是个人物的这种 因为我以前看过 你们访问像唐兰花 什么欧阳飞飞 我都每一集都常常看 今天我也安排在这段 真的不好意思 这一段是一定要超级大牌 可以上这一段 太太均 没有你不要这么客气 事实上年龄差不多嘛 我看你们两位的节目 倒是有点感想 怎么讲 这么多的主持人当中 你们两位的 大概是 我想应该是 起因在方方方的身上 他跟任何男的主持人搭配 对啊 大概他本身呢 他这个就跟电视上 这个谈吐是一样 他私生活也是一样 真的算是一个端庄的 一个好像一个林家的 出你而不雅 林家的大姐姐 什么大姐姐 我一定喜欢什么大姐姐 翻脸了 你给观众的感觉 所以你这个谈吐都是 属于这种优雅 而且会心的一笑 这种境界 所以我觉得 一般男歌星 或者男主持人啊 跟你访问啊 不疼反响 不知不觉 这东西收敛了很多 我想这个 今天我想我们也会 这个费一青在节目安排上呢 也希望把费一青 平常给人家那种遥远的感觉 尽量拉近 感觉就像我们家 隔壁的大叔一样 这么样清晰 然后呢 你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也不希望在 平常在秀场上看到的费一青 希望把费一青 真正内敛里面 这种气质挖掘出来 那如果你要糟蹋 那我看你自己就随便了 对 刚才就这样 从我们节目就可以看到 两个人一开始 就针锋相对 确定有拼命 其实我想真的 其实今天费一青 来到我们这个单位啊 一直讲说 什么单位啊 我们哪个单位啊 玫瑰单位 他就非常的紧张 我到底到底要是 那么久没有上节目 到底怎么表现 我就跟他讲没关系 今天大家当然是好朋友 你尽量一点 我们当然希望说 把你格调做高一点 但是我们知道 私底下你是号称啊 皇帝啊 但是刚才方方有讲过 如果你要放肆的话 没关系 尽量放马过来 这个20分钟是属于你的 我们就开始算好了 现在已经19分钟 你还有19分钟 随便你怎么表现 刚才我就讲了 这个跟方方方做节目 不知不觉 你都会收敛了很多 因为他是散发说 他由衷 他就是这样保守 而且 我觉得你蛮保守的 你看他前一阵子 我看一个 他很抗议 他一个广告有没有 广告你也看过 现在时下广告乱成一团 但他那个广告 算来也是清亮级的 但是他都很在意 听说好几个夜晚都睡不好觉 怎么拍呢 这仙草蜜那个有没有 不行 给我拿点 贵先生 这是要上法庭的啥 你管我 贵先生 为什么还有慢动力呢 哎 慢动力 李卓人 我以为你们这样的分量吗 那是叶子妹啊 哎呦 叶子妹不是这样跑的 叶子妹是 哎呦 那想得外套捷 不过想今天真的是 跟费玉清很开心 一来节目当中就见识到 他这个开玩笑的这个功力 真的 我们这个不要说餐厅秀了 这个演艺界男歌星 如果说论talking show 个人 他算是功力最好 可是今天我们就要把他talking show 的部分稍微压抑 把他拉回来 稍微要跟他谈一下 他的本行唱歌 我唱歌 对 像你这个成名歌曲太多太多了 可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也把你分了几种类型 像你跟刚刚你的形象 就不太符合的那种 讲笑话那种类型 我记得有一年的这个双子姐前夕 我到总统府去看他们的灯 居然放出来的所有的歌曲 都是你的歌 我想身为一个歌者 这样这种荣耀 舍你其水 对不对 因为唱了将近十多年了 十多年 各种歌路都有观资过唱片 那么您说在双十节是听到一些 爱国歌我也惯了不少 国恩嘉庆啦 国恩嘉庆啦 宋华民国宋 国恩嘉庆 所以我觉得金钟奖歌王就跟金曲奖完全不一样 就是啊 破坏他他不是不为所动呢 不像李茂山 常常被拉着 对对对对 但是讲到国恩嘉庆 我们知道以前真的是啊 这个没碰到这个普天同庆的时候 国恩嘉庆是必唱的歌曲 还有一首歌曲大家非常耳熟 尤其啊没到这个有在国外碰到这个 对这个有点欺负我们中国人的时候 这首歌都必唱 叫中华民国宋 哎呀 真好的歌声 这个是好听 这个是好听 你看那么好的歌声 为什么把你自己形象破坏掉 他形象有破坏吗 是你帮他破坏 还有《妹妹松开我的手》 这首歌也是 这首歌你都熟悉啊 当然我是他的这个歌迷 真的啊 他真有这个歌 他们家 我们家这个 不是他们家 我们家有费金全套的这个 他所出过的这些 听到说方妈妈是他的歌迷嘛 对 没想到你年纪也那么大了 这首歌曲你还记得 本身还是记不记得 记得记得 《妹妹松开我的手》 不是 哼一段啊 天上的云也愁 底下的草也愁 云浓的散不开 鸭槽丑的底撩头 《妹妹松开我的手》 《妹妹松开我的手》 真的是非常好听的歌曲 不过我想这个小调歌曲 大家就不能不提到 这个费玉清的《传歌》 《传歌》 《传歌》前面那几句 就是真的是一绝 《传歌》 对 以前我拿了这个唱片 这个制作拿这个歌来 我就说这个歌就像 像看歌仔戏一样 还拉那么长的 这首歌能够唱成像 歌仔戏那道真是不容易的 本来还剧唱啊 真的 跳这首歌 后来音乐打好 就唱下去 想不到 一上市以后 反应不错 也不太一样的味道 船而呀随风荡漾 《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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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行行所啊 真的是 帅哥 我想这个我们真的很久很久 没有听到这个费玉清啊 真的很震惊八百地唱一首歌 而且是在这个 等于是接近清唱的这种 意味着 人要唱得这么好 你看李茂山真的是 眼泪都流出来 感动的 其实我想真的 甘拜下风 费玉清啊以前的歌曲 以前早期啊 早期我想这个 像我啦杨帆啊 还有甚至胡瓜 费玉清算是我们的偶像 因为他算出道比我们早 以前有一首歌曲 大家都知道 非常耳熟叫《变色的长城》 那也算是爱国歌曲 开玩笑 以前变色的长城我也是唱过 后来有一次我记得 有一次我在唱歌的时候 胡瓜就负责跳舞 那胡瓜有一天他也很不服气啊 他也想说这首歌 其实我来唱应该也不错 他唱到最后 本来大家都是看他唱 唱到最后 没想到胡瓜的歌声还非常好 这个最难唱就是最后一句嘛 对啊最难唱 我一直继续跳 其实这首歌曲啊 我想这个可不可以 稍微哼几句 后面到底怎么唱 对 像这个变色的长城 后面 后面 即使才有操场 麻妆的好风 不是 我一唱上去啊 大家这个 他一定唱得上去 没意思吗 好风光 这比较特殊一点 要配合胡思雄先生 其实我想着讲到很多歌曲 像我想这个很多老歌 他也曾经唱过 对 而且你出版过这么多的老歌 自己比较偏爱哪一首呢 像老歌真的也是发觉不完的 像我让观众比较印象熟悉 是 雪山梦 �� 是雪山梦 雪山梦 天天满了血堆 為什麼你還不回來 不回來 你讓我寂寞的等待 愛你是將我 怎麼唱到針線集 怎麼會唱到針線集 我在唱歌您這麼捧場 對啊對啊 剛剛提到這麼多的老歌 我想這個費玉琴所有的歌裡面 還有分一首是情歌 情歌啊 這個情歌有《此情永不留》啦 《一減眉》啦 都算是你這個情歌 可是它出的比較少一點 它有一首情歌 我記憶非常深刻 因為它本身可以講說你的歌舞來講 是最特別的 最特別的 《此情永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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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想為什麼費玉琴好像出的情歌 好像跟你所出的其他歌曲 比較起來 情歌比較少 是不是跟自己這個愛情有什麼 是我這個人也 平常講也蠻沒什麼情調的 平常好像蠻會開開玩笑的 開開心的 但是真的生活裡 我倒還真的不苟言笑 這奇怪了 只有到台上才笑 兩回事 所以你說的情感方面 會唱一些情歌 好像能夠打動別人的感覺 但是我自己還是要交牌卷 你本身對愛情有什麼看法 對愛情的看法 如果你沒有這麼多的愛情經歷的話 你每次怎麼樣去詮釋這些情歌 會不會覺得很辛苦 大概唱歌有的時候 除了興趣 跟對歌唱 表達一首歌的這種方式 大概拿捏得很好 但是真正的 你剛剛說對唱情歌的 對 怎麼樣去揣摩呢 這就是大概是唱歌的 剛剛講的技巧 還有一些怎麼樣去流露的感覺 盡量的是自己 其實真正的我就像你講的我 我還真的 那你到底會不會結婚呢 啊 戀愛都不談了怎麼結婚呢 我是覺得這個婚姻生活啊 給人帶來很多的快樂 單身生活也有它的樂趣 所以如果為了時間啊 或者是在試婚年齡 馬上就 不是由衷地說想組織一個家庭 或是真的有個人進入你的生活 到你的世界 打動你的靈魂 想跟他生活在一起的話 不是這些原因的話 要是想要 怎麼講盲目地去做一些決定 那更不好 為結婚而結婚 那就沒有必要 其實我想飛行 這個今天請到我們這個 名位之夜來真的很難的 她很少談這種肺腑之言 因為她本身呢 她非常自我 她認為說本身自己 要很快樂的話 這是最重要 不過我想身為一個藝人 都有一點自我 有一點自戀 就像李茂山 大家不要看她不起眼 最愛照鏡子的居然是她 真的 其實我想剛才講 談到這個慈心一樣 對 今天是不是 這個歌應該算我們很影響 尤其剛剛像她提過了這麼多 她自我對這個情感的一些看法之後 相信大家再聽這個慈心永不留 應該有不同的感覺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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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你們會忘了 忘了這個歌 聊到別的地方 這也絕對會 不要再問我 不要再問我 慈心永不留 不要再問我 不要再問我 我心裡好難過 不必再回頭 不必再回頭 回頭也沒有用 既然她不再愛我 我也不必停留 慈心永不留 真的好好聽